歡迎收看8月5號的財經Espesso 馬股昨天臨尾強勢反彈17點之後 今天面對套利一度跌到1497.77點 隨後跌幅縮減成功選手1500點 最後以1501.55點結束交易 全天下滑6.16點 會時方面投資者等待美國非農業就業數據發布 美元略回回撤 麻痹乘是攻下4.45令吉 對美元升上4.4490令吉 對新元則繼續走低 一度失手3.24令吉 改寫史上新低 最後收在3.2373令吉 接下来有CBly NY單元 首先來關注肉機供應被指責 集團壟斷事件的進展 馬來西亞競爭委員會初步裁定 國內有5家養鸡液和飼料公司 違反了2010年競爭法令第四條文 也就是在2020年初至2022年中旬 通過簽訂反競爭協議 提高以大豆和玉米為主要成分的 積飼料價格 這5家公司分別是 顧赫年大馬旗艦PPB集團 持股80%的聯邦集團 龍和控股還有就是金錢飼料等等 MYCC已經在今天早上向 5家公司發出了建議裁定書 他們可以在30天內作出陳述 而對於這項指控 聯邦集團和龍和國際雙雙否認 強調上述決定並非最終決定 他們認為這些指控毫無根據 將會和外部的法律顧問 一起審查此事 並在期限內回复 以捍衛他們的立場 國家銀行數據顯示 我國的外匯儲備只跌回升 截至7月29日提高到1092億美元 比起6月底的1090億美元 略為增加了2億美元 反映出麻痹對美元的跌勢 近期已經較為緩和了 不過如果是和去年底的1169億美元相比 我國的外匯儲備今年來 依舊是降低了77億美元 儘管麻痹對美元靠穩 但是對新元卻一再地改寫新低記錄 針對麻痹對新元跌跌不休 市場普遍認為 這並非是大馬經濟基本面 或者是其他因素影響馬幣走勢 主要是新加坡收緊了貨幣政策 技術上使得新元衝新高 最後來關注 財政部長東姑塞夫魯 接受CNN訪問的這個重點 他表示鑒於大馬的債務和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 為60% 所以依然有一些財政空間 繼續維持今年的補貼 來應對物價壓力 而他也直言 相對於鄰國和世界其他地方 我國的通脹依然是受到控制的 預計介於2.2%至3.2% 他也說到 要不是因為我國為燃料等必需品提供補貼 通脹率可能會達到11%左右 今天的財經Espeso到此 感謝收看 也記得訂閱支持百格